如果我们不信罹患肺结核 那么一定要到正规的定点的肺结核的医疗机构进行正规的治疗 肺结核的治疗目前主要是通过化疗方案治疗 那么出治复治疗程有一定的区别 那么出治的话我们一般分为强化期两个月 巩固期四个月 复治的话我们强化期一般来讲是两个月 巩固期的话是六到十个月 如果是赖药结核或者是赖多药结核 那么疗程应该更长 因此肺结核的治疗原则是早期 全程规律适量联合 而且在服药期间一定要监测患者的肝肾功能 血肠规和肺部的影像学变化 同时还要监测患者的痰液 也要监测患者的痰液 感谢观看